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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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骨 一次過 蠻魚能過黑龍嗎 黑龍看起來不難打吧 小雜魚一隻而已 來 我們打穩啦 今天我要更早一點種香蕉 OK吧 來來幫我 拼拼看看能不能在石破種香蕉 今天有腦葉嗎 有啊 真的要玩 先玩一下猴子 OK齁 OK 那我就種香蕉囉 欸 香蕉如果升滿第一個有加很多錢 他升滿第一個有沒有比銀行好耶 準備種香蕉 看人家第一個有什麼 美輪額外兩串香蕉 嘖 兩串香蕉喔 好像價值也不是很高耶 點出來要三千多塊耶 黑蒂絲喔 黑蒂絲這個禮拜應該是木遊啦 這禮拜先把玩的這幾塊玩完 魔界村可能還是跑一下吧 雖然沒有辦法跟鍵盤玩 那個一箱香蕉好像好用一點 Gbps有出一個老頭專門玩反擊的 喔 我那時很久沒玩了 非常非常久沒玩格鬥遊戲了 最近我對RAMBO6的大改版 有點興趣 格鬥遊戲如果最近那個 那個叫什麼來的 GG出的話還是會玩一下 就算了 只剩到三等銀行所以賺 銀行 銀行是不是還有額外加成啊 感覺比他原本的香蕉要多很多 R6可以跟觀眾一起玩啦 有機會 R6要開房跟觀眾一起玩 非常麻煩啦 那遊戲要先加好友 R6要先加好友 來這邊直接鬼轉香蕉 賣一點血直接轉香蕉 OK吧 我覺得應該是 照理來說 沒啥問題 很好一直吃香蕉 好 遊戲 該賣血的時候還是得賣血 要講香蕉的話還是慢慢來吧 好這樣吧 20塊一根香蕉 我已經變成機器人了 回不去了 機器人太方便了 意念操控 法師 法師不要太快放 可是已經35波了 35波不放法師 可能會漏啊 放了的話 這法師如果隨便放火 也還是會漏 好 來放一個這個 放 底刺 這關也是有那麼一點靠賽靠賽的 運氣好就不怎麼扣血 沒事小賣一點血 少爺賣一點血 正常 正常出血量 不要太緊張好不好 出血量都是正常的 不要太緊張好不好 好 再來搭配上 阿厚伊 秒殺飛船 多重了香蕉 不知道來不來得起 應該還是可以吧 時間應該還夠吧 剛好可以在他飛出去的時候 把他 夾進去 哎呀完美 激烈魔法 忍者回歸 好 好 好 不過他把我下面的刺 給偷光了 還是有那麼點虧的 這邊再來要生 狙擊猴了吧 把狙擊猴給稍微強化一下 好 這樣還會露一點點 好 我想想哈 再來 看隱形的 跟飛機吧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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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露一點 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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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升到打陶瓷了嗎 有打陶瓷 穩一些 好打陶瓷 飛機看隱形 沒事沒事 應該是沒事 只要這個法師好好的打 先不要飛機了 先改放地刺好了 改放地刺打保守 OK吧 香蕉剪一剪 最後防線 最後防線 哎呀 哎呀 可惜哎可惜 非常可惜 對 對 觸點意外 嗯 這次應該醒了 我看出來了 剛剛就是缺了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法師火一直亂放欸 這一場 很怪很怪 我看了點數 都是募款了 怎麼可能還拿回去 對啊 剛剛那個火也太歪了吧 如果想過在起點也放一個法師 在這個地方也放一個法師 這個地方放一個死靈 說不定是還可以 兩條路他都可以打 剛剛香蕉的那個時間還OK吧 大家可以接受吧 藍人幫的 德魯伊 110 德魯伊攻擊距離太近了 他能守的路不多 哈哈 蹦蹦 蹦蹦蹦蹦 看 看 他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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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虎伊那麼強的存在 不放是真的虧了 香蕉還是 再晚一點點放嗎 香蕉不能拖 香蕉這個事情 該中就中 就這波了 中香蕉 不要賣阿虎伊喔 不要賣阿虎伊那就沒錢了 升級 很好很穩增加生產 香蕉發財戰術 好 慢慢地來哈 慢慢地來 瑟邊 我們先下 法師侯 拜託拜託 不要再亂放我了 放準一點 他只要放得夠準 什麼陶瓷氣球 都沒有在怕的 通通燒毀 阿虎伊阿虎伊 加香蕉 很好 血量 安全 放我放準一點啦 還行還行 香蕉樹也開始有賺了 1200塊 欸 放火 現在開始放得不太好 欸 哎呀 這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藍藍幫 這個 你怎麼能去怪 這個火焰猴了 火焰猴呢 他 出點意外 非常遺憾 哎唷 他怎麼好像剛剛根本沒放火是不是 可以用我嗎接 火焰猴呢 用誰用誰 發炉 有啊 那一定有用啊 我哪一場不用發炉 哇 這一切都是火焰猴的蔬石啊 沒有辦法啦 沒有辦法啦 好 這個 這個 你能放緩速的活子嗎? 沒錢 這個流程到40關是剛剛好 剛剛好會用那個海盜 把悲船拖進去了 緩速的也不會那麼早放 緩速的真的很衰 大家一定要叫這個法師吼 千萬不要再搞了喔 再搞藍藍幫我受不了了 千萬千萬不要再搞了喔 BlakeSounds三個月 那當然是不可能 打破壞死了 藍藍幫一趴 那就代表他們要發財囉 相信我的人總是會發財 直接伸狙擊手 直接伸狙擊手 那就會被衝破啊 其實是有機會啦看那個 他沒伸到 直接伸狙擊手啊就是看 法師有沒有發力 不然我們這一場來 來給大家展示一下直接伸狙擊手OK吧 戰術也不是說行不通 那打法啊 後面的打法還在慢慢改啊 前面這樣打就很穩 後面就要改一點改一點 改一點的 改放的放一放 40關 40關之後我們改了很多次打法了 感覺是生兩個忍者的罪伸 沒有沒有這前面就是這樣打 前面已經不會有更動了 頂多再多種一點香蕉 剩下就靠這個火焰火靠賽 這樣後面我們有試過工程師 工程師好像還試過那傻來的 試過的東西不少了 工程師我覺得是還行 最後防線這邊也是運氣運氣 這邊就看這個忍者猴第四有沒有丟準 丟準的話還行 給大家展示一下 狙擊猴 我看狙擊猴應該是錢不夠 錢應該是不夠太貴了 沒錯狙擊猴根本沒錢 沒錯狙擊猴根本沒錢 還是阿虎伊最使得 阿虎伊甜蜜又好用 這也沒辦法沒事沒事 這樣不算 這樣我們試試那個 試試那個狙擊猴吧 這場能算了嗎 7 賣了 賣來賣了就一定也打不쳐 這場能算了嗎 噔噔噔噔 打穩打穩 我們就穩穩的打就好了 早點種香蕉 打穩就是要種香蕉 ativas 泰文鳥 100萬變成1000 Sue 那你就虧囉 誰叫你不信我 只要相信我的操作,一定可以的 哈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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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升級!820 圖騰可以幹嘛?那個圖騰可以緩速氣球 Alright 39關最好的話就是圖騰插在中間啦 所有氣球都有環到就很難 好嘞,準備種香蕉 湊狗勇兵嗎?湊狗那當然是勇兵啦 嘿,香蕉吹 這打法有一定的力氣成分在 好,來 運氣成分最高的一隻 魔法師猴 拜託拜託 好好的,好好的打 好好的阿 對 最終防線換成法師,沒錢啦 法師要兩千塊啊 一個法師都可以放兩個最終防線喔 不然我們這樣 鬼轉 再一個法師 我們不要發盧了 就看這個法師怎麼放火 放得準那就沒事 放得不準那就 小扣一點 這得看這個法師的心情了 看他放得好的話 那就沒事 放得好 通殺 這樣不知道來不來得起 開賣的還是得賣 應該還是來得及吧 好像來不及欸 哎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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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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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把不能算啊這把不能算啊 用了魔法師能算嘛 测試了一下魔法師 確實錢 不夠 好啦 還是老套路 老套路最穩定 那一場很明顯 就不能算了 好啦 這場一次過了 測試新套路的事情 可是算了嗎 放心 藍藍芳 這場我們老套路 你們絕對穩 你們的錢全部都堵在羅夏那隻法師身上 打工猴換放火 打工猴換放火 那一定是直接爆炸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他是放不了火的 放左邊 右邊就會死 放右邊 左邊就會死 而且只能守兩條路 會很慘 哈哈 這老套路 還行吧 老套路 穩定四十關 老套路一直到飛船 都很穩 後面 後面就看我們什麼時候種香蕉 進四十是我們到目前研究出來的套路 那要穩定到後面的關卡 就需要再更多的套路 那就要慢慢研究 OK 香蕉樹 登場 27關 下香蕉 OK 穩定 非常的穩定 遇到千氣球 那是不太好打 所以會用其他的東西來處理千氣球 法師就是其中一個來處理千氣球的傢伙 還有狙擊手 我的英雄 好啦 這個第一次換回來好了 少扣一點血 哒哒哒哒哒哒 它們入神 是人是生氣球 巧良 工程師傅 工程師傅 也是可以考慮一下 右邊這個只有一條路的 其實應該是可以放的 加特靈猴喔 沒怎麼研究 換了 換了一隻那整個套路又要重練了 第一次放這邊果然是有點 不太好 第一次還是放回去是最好 很好 增加生產 激烈魔法 沒事沒事 這場 還有 欸 欸不能把法師賣掉了 欸那那有點不太對勁 但沒事 沒事 出一點小小的意外 出一點小小的意外 大家不要緊張 我們還是可以的 法師表現依然良好 這邊也放一個地獅 OK好穩好穩 太穩了太穩了 漂亮漂亮 其實左邊後面可以再補一個法 這裡再補上一個法師OK吧 該準備來一個 狙擊手打影 好穩 好穩 打掃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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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掃描器沒有辦法 欸這個樹的位置好啊 這邊再來一個 飛船 擺發擺中 2375 我香蕉難道掉了嗎 不可能吧 是不是該把香蕉點上去了 這個時間鬼轉 鬼轉香蕉 生香蕉怎麼樣 52關應該沒什麼危險吧 再來都生香蕉吧 自殘可以打飛船了 但只能打左邊的飛船了 而且飛船一多的時候也打不了 等等你就要開始生了 這52關 這52關 樓下那個 放火又歪了 這沒有辦法 我感覺這邊這邊也來一個火房 樓上也來一個火房 又放在上面可以打兩條 但減肉會變得麻煩 哎呀 非常的可惜 我覺得前面一定要放一隻火法 雖然他可能會靠賽靠賽 一下左邊一下右邊 但要兩個火法都剛好沒燒到的機率就很低嘛 兩個火法都沒燒到那 比重樂透還難 潛水艇204蠻強的 強啊強啊 強是強 但對這關沒有用 前面還是可以補個火法 前面靠英雄打的有那麼一點慢 在這邊生一個狙擊手 那把飛船也移上來 打工和放左上角的槽會不會好一點 好差不多吧反正他打工一下就走了 就是沒什麼差啦 嗯他差不多可以下班了 剛剛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不小心把下面的火法賣掉了 虧了一點錢 不然我可以再多一點點 024狙擊手減弱 還不錯啊 有那麼多錢的話 024超貴的 目前看起來有這個 這個忍者猴減弱也已經很厲害了 好打工猴請你下班 還是我前面不升 拼一個15波直接香蕉 魔法可以用其他東西代替嗎 魔法有他的不可取代 就是他燙準的時候 真的好強 撞到820了 鐵荊棘 哎呀多扣了一點點 沒事沒事 27關香蕉還是我 我把左邊一個右邊一個空門 還行嗎 那這一局多投資一點火法 哎哎好像怪怪的 不算 不是不是 有一點怪怪的 有點怪怪的 剛剛這個 這個 恍神了那麼一下 哎呀 這把能算嗎 啟用規則 根據大會規章 剛剛那場是不能算的 雷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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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琦琦 大炮架在左上草地 大炮 大炮也是蠻貴的 大炮升到打飛船 貴 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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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是可以塞下摩法師的嗎? 這個位置感覺不錯,至少還是不會亂放火,一定放得準,這一定放得準 這邊一隻,然後這邊一隻,這樣子應該都放得準 大炮比垃圾車便宜,垃圾車連噴出來的東西一起殺掉 大炮,你只是把飛船殺了,裡面的東西可殺不掉 這一次應該是很危險 牽變金 牽變金 也還好吧,牽球本來就不多 我覺得牽球關很少吧,沒幾關有牽球 好,這430,我也省下來,我也省下來 直接鬼轉香蕉 這樣這回合,就可以香蕉 小扣一滴,沒事 這一滴血換香蕉,沒啥問題吧 吃香蕉,吃香蕉 吃香蕉,吃香蕉,吃香蕉,吃香蕉 魔法弧即將登場 好 我們這一場魔法猴就直接放在起點這個位置 OK吧 賭大的 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 賭大的 賭大的 賭到就賺了 噔噔噔噔噔噔 加油加油 放準一點啦 可以可以 放得平準的 引擎氣球 這樣就沒辦法放歪了 我覺得這邊也補一隻 這個位置也歪不了 就怕飛船飛過去 阿虎 很好 好 瘋死這個門 瘋死這個門 升兩階 阿虎 滾蛋 左邊的猴子也補上 你也瘋死這個門 中間的猴子 中間直接轉這個 中間直接轉這個 好 瘋死 瘋死 在補左邊的忍者 應該是可以吧 應該是不會有太多的意外吧 這樣中間這條路現在有點危險 這邊缺少了一個最後防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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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開始有點封不住了 沒有生氣球 柔術還是有點不太妙 沒有生氣球 柔術還是有點不太妙 應該都是還行的 火焰燙不死了 再來45關 45關應該是還好 對啊 不放忍者火會很怪 原本放忍者火到這邊都是很穩的 這東西怎麼有點塞不下來 這把劍在搞是不是 好像應該放在下面 好 這樣吧 這邊要來一個 致命精度 有一些魔法免疫的氣球 那還是得靠忍者 就一點點錢了 就一點點錢了 好 可以 這個地是放回到下面 有些燒不太掉了 好像有一些燒不太掉了 生香蕉樹 直接鬼生香蕉樹 OK吧 只要多少 3780喔 一大堆送過去了 可以通過去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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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 哎呀 這條路 哎呀 這條路 活不住 可惜 唉可惜 樓下那個火 那個火子不夠強 再加火法 好 來來來來來來 幫我們這一場 火法局好不好 我們不中香蕉 每條路 都放火法 雖然我還是比較喜歡 忍者 但我願意給火法一個機會 超猴啊 超猴一定有機會啊 後面就鬼轉超猴 鬼血的直升機 那是啥鬼 王先生您好 想請問您 對於你你你 終於將你你踢出 街群玩家有什麼想法 太爽鳥喔 飛機還有什麼能力啊 寸草不生 丟下一個巨大的飛彈 炸掉所有的氣球 後面的鬼轉 我只能說再想想 其實右上角那個位置 我是想放工程師猴的 不然這一場我們試一下 工程師猴 還有腦葉環節嗎 有的有的 等等就來玩 給我工程師猴一個機會啊 給我工程師猴一個機會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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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到此開盤了 打工活O out 打工到此為止 另外想請問這樣的內鬥是否是丁先生的陰謀 或者說是您的默許 這一群玩家感情很好的 怎麼可能會有內鬥這種事情呢 完了這也要掉一點 沒事 哎沒事 種香蕉 趕快種香蕉 很好 香蕉種好了 血掉了一點 很好 香蕉種好了 全火法 火法那就是40關後面的死 前面就是用穩定的打法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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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la 法師在那邊的話 帝刺真的是可以放到下面來 這樣血量更安全 你看我HP 香蕉爛了 不可能吧 已經賺760了 這樣羅夏這條路還是很危險 四十關怎麼說 四十關 老套路解決啊 還能怎麼說 在我阿虎手下 飛船就來送的 你就是直接鬼轉工程師嗎 好 試一下 這個工程師的陷阱 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飛彈打 會有很多陶瓷氣球飛過去了 好 再來左邊 隱形仔 這裡放一隻 打隱形的猴子 下面在一個 忍者簡陋 中間這條 好 這一個忍者很不簡陋耶 這一個要升2970 這條路有那麼一點尷尬 直接死靈吧 直接死靈吧 我也不升狙擊了 陶瓷氣球 就靠他們打了 真的上去嗎 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欠一點點錢耶 要賣一個了 你所賣了吧 不行勒 欸 不行啊 陶瓷氣球啊 沒有沒有狙擊 好 我想講哈 所以死靈換成狙擊嘛 最邏下這條路我覺得 還是在補一個火法 看來火法三連星應該是這隻 這隻跟這隻 啊右上角這隻我覺得可以賣掉 英雄放左邊手 我覺得其實右邊也能瘋啊 禁忌的三工程師 這裏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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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工程師看不到影型 影型的過了再說嘛 來再開一盤再開一盤 OK吧 這關三條路我都各放一隻工程師 我覺得有心 也不貴嘛 然後算起來才多少錢 這不貴耶 六千塊左右 侯村偵查影型 侯村偵查影型 要放很多個 海盜船賣掉 目前除了海盜船沒有其他可以打贏40關的方法 廉價有特別活動嗎 廉價當然是電動打到爽 不然你各位廉價還有什麼事做 開局那一定賣起來 飛船殺手 大靠那個 大靠那個真的不行 大靠那個 戰力過敵了 海外攻勢還不錯玩 還行還行 喜歡經營的朋友 那一款是真的不錯 好 穩住血量 後面的防線 目前後面都沒什麼防線 好 後面的防線就是兩隻 點滿的那個 我覺得點滿的忍者大師其實還蠻強的啊 你看打這種普通氣球那都是屌打 而且這還沒點滿 還能看影 這關喔 這關也沒有卡很久吧 這關其實我們玩的時間不長 很忙啊 哪有時間一直玩猴子 還不差 還不差 還可以鬼轉 讓氣球破退的 賣點血 賣點血 大家不要緊張 這場沒盤喔 讓MOD幫我們開一下 幫我們再開一個 剛剛 有算輸嗎 吃香蕉喔 狗人 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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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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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工程師耶 更快的射擊 好 吃香蕉 阿爵沒有輸 在那邊發爐擋三路 發爐看不到引擎阿 發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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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爐來了 直接抓進垃圾車 發爐 然後這邊 鬼轉工程師 頭上的法師猴賣掉 這邊也來一隻工程師嗎 這位置好像不能放工程師的 因為下一波是隱形的 在這邊補上一隻 抓了不賣船可以嗎 抓了不賣船 他就沒有任何的戰鬥力了 氣球陷阱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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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這怎麼會有露過來的阿 錢都給他了 啊這工程師收了那麼多錢 能有不強的嗎 為啥啊 為啥會有漏過來啦 欸! 沒道理啊 怎麼會漏一點漏一點的勒 欸 難道是隱形嗎 嗯 我看右上角那隻還是留著好了 哎呀這工程師在混啊 我沒有辦法啊